各位朋友2024年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走线美国的这些润人们就一个字卷啊卷的厉害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走线越来越多的人到了美国以后呢找不着工作 就是给钱给的很少的工作现在呢都很难找 尤其是一些女润人啊来了美国之后简直是卷的飞边了都各位 我们先看看吧润人界的这些明星们比如说咱们的常客啊焦公公是吧 桂云才桂云才就发出了灵魂的口问 中共只知道千万百计阻挡中国人走线 而不去根源解决中国人为什么在中国待不下去的原因 那位说这焦公公这怎么又又肥了啊 对他天天不上班啊 你然后领了救济以后就傻吃闷睡呗啊 中国什么时候阻挡走线了呀 不是都是英润静润这个态度吗 回去后基本上发点钱或者是教育一顿就完了呀 没听说阻止润人们走线啊 今天我在这里致中共中间委员会一封公开信要求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前几天走线在墨西哥翻船和死亡的 发明中国人负负责因为习近平上台后给世界输出难民 不是那个焦公公 习近平让你走线的呀 这个这个货基本上没治了啊 各位这个货吃啥药都不管用 这个走线这里边啊 有一群特殊的人叫什么呀 在中国叫做死科律师啊 你没有说这位金先生啊 金先生呢就走线到美国了啊 这个天天在美国死科诅咒他的祖国 但是呢 这个死科律师到了美国来说呢 你不就等于成废物了吗 你在美国考个律师证是吧 那你得英文得过关啊 很难啊 那怎么办呢 到处找工作找不到 打个小零工维持基本的生计吧 2022年1月9号的时候 人家想出办法来了 特意打扮 包装一下 在美国办什么呀 总统培训班 因为说总统培训 他对美国的华人夸下海口 声称你参加我的总统培训班 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当美国总统的梦想 总统培训班 一个人收费1万到10万美元 这这那位说 那韭菜能割不到啊 谁会上这种当吗 是吧 扛不住了啊 终于过了两年以后 金先生扛不住了 开始网络要饭了 他说呀 现在呀 北京律师流亡美国需要帮助 别说付房租了 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没有美国身份 又做不了任何挣钱的工作 领不了失业金 救激金 所以呢 要在网上 要饭了 中国的网友就感慨吗 人权律师到了美国 没了人权 快饿死了 开始当骗子了 这不是抹黑自由美利坚吗 还有网民评论指出 告诉他 美国人民需要他 鼓励他死磕美国的法律 要求没有身份 也能选总统 一直死磕到美国同意为止 接下来再来一波死磕 要求世界灯塔的总统 必须由全世界人民决定 以上两步成功了 他就可以准备获胜感言了 对吧 他们都说 美国的体制优秀 就是一条狗 也能当美国总统 他应该也是可以 还有的 这个中国网友说 这种人出学校就自命不凡 看着美利坚律师 人均大house 大豪车 大波波眼热 以为自己很快实现 结果复杂的社会 碰了个头破血流 再把有心人误导下 把问题的根源 指向国内环境 对律师的偏见及限制 是吧 那个 他呢 就剑走了偏锋 最后呢 润为上策 有网民说呀 这个乞丐培养总统 人权律师 丧失人权 活都活不下去了 正是我喜欢的行为艺术 不妨多来点 好吧 那女润人呢 女润人啊 今天呢 咱们来看一个卷的飞边的啊 这位呢 在中国的时候呢 2020年秋天的时候呢 她呢 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 到云南西藏 青海 大西北 据说走了七八千公里 雪山 荒原 古城 都游览了 还分享了不少的照片 那 这是一个 在中国的时候呢 是一个小资啊 看见了没有 在中国的时候呢 纯属一个小资女 不缺钱 可是呢 不知道咋地 她就开始润美了 2023年七月的时候 到了美国 盛装参加美国的独立日 发帖说 愿星条起 永不落呀 是吧 这个 而且她说呢 对于想润美的人 自由是有代价的 她现在 更觉得 财富自由 这个 也很重要 无论在哪 有钱就可以活得 很好 她还说 现在润美了呢 这个 还是想念 过去啊 在中国旅行的 日子 想念那些 美景啊 翻到了三年前的 那些美景 还是相当想念 慢慢的 这个修行吧 结果 今天啊 4月3号的时候 4月3号的时候 她竟然发了 这么一条推文 说什么呢 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小区的物业费问题 我说我在送餐呢 待会儿回给你啊 她在那一头 惊恶住了 送餐 这是你能做的吗 我答 我能 并且乐此不疲 她说 我终于明白 美帝的强大了 会把一个在中国 中日 忧国忧民的 小资女性 改造成美帝的一个 假等的劳动力 她还问我 仅仅免于恐惧 你就真正 得到自由了吗 她跟那个田田圈 一块卷了 一块到 外卖行业去卷了 那位说 她不是财务自由了 谁告诉你财务自由的 那在中国也不知道 靠什么方法啊 财务自由的 那是有人请吧 请去旅游吧 那你要是 那就失去了枷锁 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吗 可是她往往 过一阵就明白了啊 她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但是恰恰得到了自由 其实美国对于女润人来说 那就那个更加的 怎么说呢 宽容一点吧 你还不必跟田田圈 一块去卷外卖吗 对吗 王宽容一点吗 他就能够投入 我给你玩 在学习截宝 里面 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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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量略! 好了 不用了 还是比男润人的选择要多吗 对吧 好吧咱们老朋友啊 天天圈王伟恒 王伟恒出事了 各位 王伟恒怎么了被狗咬了 他稍早的时候宣布啊 说昨天上午送餐的时候被狗咬了一下 当时感觉略略疼 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 发现有一点血痕就跟被抓了一下似的 我问了老美 老美说这种情况 别担心 狗都注射了狂犬病的疫苗 我查了 即便是注射过狂犬病疫苗的狗 仍然有极低概率 得狂犬病 我有必要去打狂犬疫苗吗 老美说狂犬疫苗很疼 就像在肚子里捅一刀 王伟恒 他问题是 他打不起狂犬疫苗啊 啊 那不是让人家摸了一下 要五千美元的账单 医疗账单还没付完呢 打狂犬疫苗去啊 打不起 那打不起怎么着啊 那肝癌着呗 是吧 那那位说 那美国 那那狗 美国的狗 你只要养狗 的确得打狂犬疫苗 是吧 但是呢 这玩意儿 他被咬的 那玩意儿也是有概率的呀 美国的确狂犬病比较少啊 这咱有一说一啊 根据2022年的 这么一个统计啊 2021年 有五个人死于狂犬病 而且还是十年新高了啊 这个前两年的时候呢 根本没有报告 死于狂犬病的人 但是呢 这两年啊 也是逐年升高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反正是 那个也是有概率的 啊 那至于 王伟恒 那只能是 赌 没钱打狂犬疫苗 那就肝癌着呗 那那 赌吧 那就是吧 看王伟恒命硬啊 还是那个狗命硬 不过呢 啊 毕竟大小是条生命啊 那个 王伟恒 你要有一个常识 是吧 呃 在美国这边呢 一般的来讲呢 医生呢 他是这么建议你的 如果是你被狗咬了的话 那个医生说呀 那个狗 如果你观察他 十天 那个狗不发病 啊 你是 百分之百没事 啊 就这个观察法 王伟恒 天天去盯着那条狗 点个订阅 咱们 下次再聊 好 好